你知道嗎 黑社會並不是你們想像的東西 我記得我這個年紀十六七歲出來混的時候 同批出來有幾百人 你知道到現在我回過頭去看 我是幾歲我們這個年紀的人 我看我十隻手銘頭 應該搬都搬不完 還在 還可以在 在社會上走跳 你認識鯊魚嗎 那還講通了啦 我自己也很想嘗試說 我是不是有比較小成本一點的電影 本來就說好六百萬回來出 後來我說那我也出六百萬一千二好了啦 其實角頭外傳的成型大概是因為這樣 但是呢後面我經過我自己的計算之後 我們再怎麼去緊縮 其實也到差不多四千萬 當年賀稅檔就是很亮眼嗎 算可以啦 其實他亮眼我倒也沒覺得 我希望這一次外傳其實 畢竟他比較屬於這種小朋友的一些故事 希望他是可以比到普通級或是輔導級之類的 這次你會有破益的表情嗎 這次其實我比較沒有壓力 因為畢竟他在做外傳 開始想教後 結果我製作這麼大 然後自己放了那麼多 還不失掉一些社會的元素 跟加入一些愛情元素 那我覺得還OK還滿滿意的 那問一下 很多為什麼會從帶領變成 拍攝角度的故事呢 不會也就是說 從小可能也就不學好 那家庭環境的關係 也希望我在外面能賺點錢 17歲我大概就已經在社會上了 就開始辦公辦讀啦 你沒有好好讀書 所接觸的人 我們什麼叫無意類聚 當然就會在外面跑來跑去 是接交了不少所謂的道上朋友 那很期待就是 一進入這種所謂的 其實是進入幫派的啦 所以衍生出來就是說 我個性也廣交也是滿多人的 那當然就是說這個很精彩 當然他們的人生他們的故事 那我一向都是衍生 真實的故事去做一些改變 假如這個我完全不會演的告訴你 我在騙我的時候 我就說 送給一個對自己親愛的弟弟 叫小潘的 那個就是一個完整的真實故事 他就是因為做錯事跑路 他還思念家庭 他需要的還是 他還是喜歡跟當地的朋友在一起 台灣跟我們自己台灣的兄弟 我特別去上海看他的時候 回來不到四天 他就自殺了 這是其實 讓我們 傷心的一個地方 所以才特地 引用了裡面的故事 把這個橋段放進去 我也曾經在海外待過一整年 我知道那種思想情缺 那個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 尤其他對自己未來的那種 茫然性跟不確定性 有出國那一段 是否方便再跟我們聊一下 出國那當然就是 我相信我是大概第一個就是犯罪組織的 這確實有果那一段 當然我們也順利的去證明我們的清白沒有事情 其實人生都是要經過洗練跟 很多的洗練跟經驗跟 很多人的去應證你 到底是好人還壞嗎 其實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好人還壞人 但是 起碼到目前為止 我走上拍電影這個部分 我覺得我走得很宜蘭之類 可是呢老實說電影是 對我也是一個很商的一個行業 他並不是外界所想像的那麽光線亮麗的幾個大顆的公共當中 神經病啊 這混得好好的為什麼要去拍電影 真是不務正義 反而變成在他們眼裡 我拍電影也是一個比較不務正義 那個燒錢的東西 你跑去那邊當藝術家 在那邊裝藝術家幹什麼 好像我天生就是應該去混了命的感覺 第一次聊紅燈的背景 是 我也這講最多的一次了 也不能再講了 這個動作 這個動作 我們不知道的動作 這個動作 首先要選擇 這個動作 把全部都操作 把可能性的動作 我們去做 這個動作 也是 感谢观看